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小黄瓜 小黄瓜,也称作黄瓜或胡瓜 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具有许多健康好处 广泛用于生食、烹饪和制作食品 以下是小黄瓜的一些主要好处 低热量,小黄瓜是低卡路里的蔬菜 适合想要控制体重的人群 水分和膳食纤维 小黄瓜含有高水分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身体水分平衡 促进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 预防便秘,维持肠道健康 控制食欲,维持饱腹感 维生素和矿物质 小黄瓜富含维生素K 维生素C、维生素A、钾、铭、硫等矿物质 这些营养物质对于维持身体健康 骨骼健康、免疫系统和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 抗氧化剂 小黄瓜中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A等抗氧化剂 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 减缓衰老过程 降低患慢性疾病的风险 皮肤健康 小黄瓜中的水分和维生素 有助于保持皮肤水分 促进皮肤健康 减少皱纹和前噪 心血管健康 小黄瓜中的甲 有助于维持心脏的正常功能 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抗炎特性 小黄瓜中的一些成分被认为具有抗炎特性 有助于减轻炎症和维护免疫系统健康 骨骼健康 小黄瓜富含维生素K 对于骨骼健康和骨密度至关重要 支持肌肉健康 小黄瓜中的矿物质有助于维护肌肉健康和功能 小黄瓜可以生食 也可以用于各种菜肴 沙拉 汤 蘸酱等的制作 尽管小黄瓜有许多健康好处 但也要适度食用 并与均衡饮食结合 如果您有特殊的健康问题或饮食限制 请在食用小黄瓜之前咨询专业医疗保健人员的意见 小黄瓜结构 小黄瓜是一种植物 其结构包括根部 精部 叶部 花部和果实部分 以下是小黄瓜的一些主要结构部分 根部 小黄瓜的根部通常埋在土壤中 负责吸收水分和养分供植物使用 根系还有助于稳定植物并提供支撑 精部 小黄瓜的精是植物的主要结构部分 启注连接根部和叶部 输送水分和养分的功能 精通常是直立的 但也可能爬行 需要支撑以保持稳定 叶部 小黄瓜的叶子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通过叶片中的叶绿素吸收阳光能量 并将其转化为植物所需的能量 叶子也有助于蒸腾 即从叶子表面释放水分和气体 花部 小黄瓜植物产生黄色的花朵 包括熊花和雌花 熊花通常较早开放 它们具有花粉但不会结成果实 雌花具有花柱和子房 当花粉从熊花传到雌花时 花粉受精后会形成小黄瓜的果实 果实部分随着受精的发生 雌花会逐渐发展成小黄瓜的果实 小黄瓜通常是细长的 皮肤光滑 内部有许多种子 果实是小黄瓜植物的繁殖和繁衍的结果 以上是小黄瓜的主要结构部分 它们共同协作以维持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小黄瓜料理 小黄瓜是一种多功能的蔬菜 可以用于许多不同的料理方式 包括生食 烹饪 腌制和制作各种菜肴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小黄瓜料理方式 生食 小黄瓜可以直接生食 可以切成薄片或块状 作为沙拉的成分 搭配其他蔬菜和酱料食用 也可以切成薄片 用作三明治 汉堡和卷饼的配料 凉拌 将小黄瓜切成细条或薄片 用醋 酱油 花生酱 香油等调味料进行凉拌 制作清爽的凉拌小黄瓜 炒菜 小黄瓜可以切成块状 与其他蔬菜一起炒制 加入调味料如酱油 蒜蓉等 制作炒菜 汤 小黄瓜可以用来制作汤 如小黄瓜鸡肉汤 将小黄瓜切块与其他食材一起炖煮 炸 可以将小黄瓜切片 裹上面粉或面包糠 炸制成小黄瓜薯条或小黄瓜酥 腌制 小黄瓜可以腌制成腌菜 可以加入盐 糖 醋 香料等 让其在腌制过程中获得风味 卷物 将小黄瓜切成细条 与其他食材如鸡肉 下人一起卷制 制作小黄瓜卷 汁 小黄瓜可以榨汁 制作小黄瓜汁 可以单独饮用或与其他水果搭配 酱料 小黄瓜可以制作成酱料 如小黄瓜蒜蓉酱 用于蘸食调味或拌面 无论您选择哪种料理方式 小黄瓜都是一种美味清爽的蔬菜 可以为各种菜肴增添风味和营养 根据您的口味和喜好 您可以尝试不同的料理方法来享受小黄瓜的美味 以上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